大家好,是小鹅 很多人都喜欢吃腐竹,但是又做不好 做的腐竹不入味,又加薪 今天呢,分享一个小技巧 这样做的腐竹,好吃又入味,还没有硬心 首先准备适量的腐竹,减成三厘米长的小段 再用三四十度左右的温水浸泡一小时 我们泡腐竹,一定不要用开水 开水泡软的腐竹,外面都软烂了,里面还是硬的 也尽量不要用凉水,凉水泡起来特别费时 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腐竹泡软之后,放入开水中,烫三十秒左右 烫过的腐竹可以去除豆腥味 而且还可以确保全部都没有硬心 烫好之后,放入凉水中 这样吃起来更劲道又嚼劲 再准备适量的黑木耳 泡发之后,放入开水中 焯水三分钟左右 全部焯熟之后,捞出滤干水分 和腐竹放到一起,锅下凉水 再准备适量的大蒜,切成蒜末 三根小米椒,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末 两根小葱,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的辣椒粉 花椒粉 锅提前烧热,多加一点点食用油 热锅凉油,放入一把花生米 小火把花生米炒至表皮发红,开裂 这样就熟了 我们先把花生米捞出备用 剩下的热油,我们倒入小料中 香味激发出之后,搅拌均匀 再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爱吃醋的可以多放一点点 一勺小末香油 再加少许白糖提鲜 最后加入盐 搅拌均匀 我们的万能凉满汁就调好了 这样做的凉满汁是夏日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拌凉菜,蘸饺子,吃火锅,都非常的美味 再准备一根黄瓜 去头去尾,用刀拍扁,这样会更加入味 然后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大盆中 再把泡好的腐竹木耳 用手攥出水分 和黄瓜放在一起 倒入提前炸好的花生米 再放入万能料汁 搅拌均匀 我们的豪华版凉满腐竹就做好了 里面有腐竹,有木耳,有黄瓜,还有花生 口感非常的丰富 营养也特别的全面 调好之后放入大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腐竹,好吃又入味,还没有硬心 麻辣爽口,酸爽开胃 越吃越想吃 做法呢也特别简单 喜欢就收藏,点赞,关注,转发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